AIPin 找到工作再付费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职 敌战士服务 大家好 欢迎观看由AIPin YouTube频道发布的 北美职场分析类栏目 北美求职之北一周报 关注北美市场聚焦数据软件类求职 本期看点 Facebook被控滥用HMB案 1400万美金和解 Microsoft的员工薪酬曝光 因管理层重视 全美技术管理类岗位找品需求日益扩大 AIPin计算机科学读书会 本周四第二奖 10月的第四周 数据类岗位数量小幅调整 上周备受瞩目的司法部 控告Facebook欺识美国劳工 滥用A串B特殊签证 雇佣外国人填补高薪工作一案 在上周二也就是10月19日 达成和解 根据对外公布的和解协议 Facebook将缴纳475万美元的罚款 并赔偿最高950万美元 给符合条件的受害者 这一案件 源自司法部在去年12月 控告Facebook滥用工作签证 据称 在2018年1月至2019年的9月期间 至少有2600多个职位 为适当刊登照片广告 而是以持工作签证的外国人来填补 官员表示 这项和解协议是司法部民权部门 依据移民和国局法执行反歧视规则35年以来 金额最大的民事罚款和欠行裁决 因不公正被拒的申请人将获得补罚的工资 这一案件的中间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 目前在港的正在申请绿卡的Facebook员工的焦虑 受该案的影响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Facebook员工的perm申请 一直被卡 甚至导致很多求职者对面试Facebook产生了动摇 相信此后Facebook员工的绿卡申请也会恢复正常 最近微软的1200多名员工自发组织填写了一个工资表 表格内包含了有关工资奖金和晋升的信息 不仅仅是为了让薪资更透明 更重要的是微软的女性员工也正在努力争取同工同酬 为了提高公司的透明度 这项活动的一些参与者将未经批准的电子表格组织起来 作为微软员工可以自愿和非正式的共享有关岗位 经验年数 公司认知年数 地点组织级别的数据的地方 他们是否获得晋升 性别 种族和民族的人口统计数据 以及他们在工资 股票和奖金方面的收入 目前有超过1250名员工加入进来 虽然这个资料还不是很完善 但它提供了一个窗口 可以了解微软的薪酬 以及如何与公司的经验 地点和岗位等因素联系起来 从曝光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微软薪酬最高的前市名的岗位当中 Data Scientist排名第九 排在前列的包括了供应链 Manager级别的工程管理人员等 掌握资源的岗位 此次新手的曝光 也使得管理层对于员工的诉求更加重视了 微软发言人在一项声明中表示 我们正在积极与员工互动 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并感谢他们愿意公开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感受 与此同时 我们也承认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我们也相信同工同筹 并将在今年秋天的年度多元化与包容性包裹当中 分享过去一年的代表性和薪酬的数据 最近一项新的分析表明 在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当中 招聘市场需求最大的是技术相关的管理类职位 Burning Glass收集并分析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万个招聘信息 信息显示软件开发人员工程师 仍然是最受欢迎的技术类工作 然而项目经理 IT项目经理 产品经理 项目信条员和其他管理职位 也是许多公司的招聘中心 一名合格的技术管理者 你必须在掌握技术以外 还需要掌握共情能力和沟通能力等软技能 同时拥有出色的问题解决和项目管理能力 但是管理职位的薪酬也相应更高 尤其是在谷歌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公司 如果你是兼具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的岗位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进入失业的第四周 Airpin团队对于数据类岗位 每日发布情况的追踪数据 Data Analyst的数据分析时 平均周中日更岗位数量达到了 6517比上周日均减少了 362个岗位 Bionics Analyst的商业分析师 达到了3585 与上周日均数量基本持平 Product Analyst的产品分析师 达到了3876 比上周日均数量增加了 244个岗位 Marketing Analyst的营销分析师 达到了2945 比上周日均数量增加了248个岗位 Data Scientist的数据科学家 达到了4848 比上周日均减少了617个岗位 同时来为大家带来 Cracking the Coding Interview 一书的第二讲 Coding Interview的准备事项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登陆 我们的aipin.io的网站 在求知讲座的页面来进行注册 同时给大家预报一下 aipin本周末的求知讲座webner的信息 本周六10月30日 每期时间下午5点半到6点半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 如何备战Microsoft的 软件开发岗位面试的讲座 本期讲座我们邀请到了 资深的行业导师 来为大家分析 微软SDE岗位面试的技术重点 以及如何针对SDE岗位 又针对性的进行备战 来提供专业的建议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登陆我们的aipin.io的网站 在求知讲座的页面来进行注册 感谢观看本期 北美求知支配一周报 如果大家在求知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困难 欢迎和我们去的联系 aipin是面向广大 北美数据类软件开发类求知者的 一站式求知解决方案 针对全职求知者 找到工作才付费的CureVIP项目 已经成功帮助数百求知者 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岗位 您可以登陆aipin.io 了解更多的项目信息 也欢迎扫描屏右侧的二维码 添加求知导师微信 愉悦免费资讯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北美求知支配 了解行业最新的资讯 求知技巧 学员经历分享等 干火多多 大家可以扫描 用右侧的二维码来关注我们 iipin.io的频道 还会陆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内容 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